配合门户开放活动 首相官邸今早10点正式对外开放 大批民众一大早在外等候 首相先是到国家王宫 觐见祝贺国家元首苏丹乌莫莫武士 之后才回到官邸迎接民众到来 官邸大厅11点40分对外开放 民众陆续排队和内阁领袖握手道贺 顺道和日理万机的国家领袖近距离接触 外国使节非政府组织以及华团领袖 也纷纷到场共襄胜举 首相抗力下午主持切蛋糕仪式 两人连唱三首开斋歌曲 朝热气氛娱乐宾客 首相指出门户开放活动是他聆听民生的机会 今天的活动吸引不同族群人民出席 除了象征团结也证明了人民接受政府 首相也指出 国人不受极端主义荼毒可以继续欢庆佳节 因此必须捍卫这种多元精神 而人民就是对抗极端主义的最佳先锋 在全球极端主义崛起的年代 西方国家又一当道 作为多元种族共存的大马社会 大马人似乎更懂得珍惜这片土地孕育的多元种族色彩 维护这一份得来不义的和平 我感觉这是一个美国的机会 让所有的马来西人一起来 我今天带了我的孩子来来 Joshua和 Julia 他们也很开心和兴奋 这是一个美国的祝福 这里有很多幸福 我们应该让整个国家传承 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贵的东西 在马来西亚中的兴奋 兴奋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保持这种 我们需要一起努力 保持我们能够有一个国家 我们能够很高兴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 这里没有任何友谈 像其他美国的国家 所以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我来说在这里 我来说过两岁 所以从我的观点 从我的观点 对于穆斯林人和其他人的关系 当局估计今天的活动 吸引了七万五千人出席 巴度空间李韵祥不成报道 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有这个问题 我来说 这次在里面中 我们帮助那检查 我们要的 这是非常 calm的 所以我来说 天啊 我来说 这次上司事 谢谢大家